花蓮新议会建设小组日前来到了花蓮青年住宅 听取社区管委会说他们目前遭遇到的问题 包括了高压砖人行道的道路不平 污水排放没有达标等问题 特地借由建设小组考察时间来表示 希望县政府建设处要给予相关协助 帮助青年住宅设施后续维护的问题 新城乡北普路一旁的青年住宅人行步道 高压砖凹凸不平 造成许多居民跌倒受伤 社区管委会借由花蓮县议会建设小组的考察行程 陈琴表示希望县府建设处能够善尽 起造人的责任 改善目前所看到高压砖人行步道不平的问题 在这边809碰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人行高压砖的问题都是破烂不堪 然后污水还有这个太阳冷 挤一些排水不良 所以我们这次建设小组特别组专案到这个地方来 青年住宅来关心 希望县政委能够重视 不要为了每次包括这个游泳池 每次我都在议会这样子念念 好像我是青年住宅的代言人 那我希望县政府这一次能够答应 让管委会这边让他们先去把这个经费看多少 该帮忙该补具的就一次把它补到位这样 但是我们认为县政府在这件事情的角色上 其实在协助居民住民的这个工作上 其实也是不能够卸责不能够推脱 像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光这个地砖 其实它就是凸起它就是破损 那这个状况其实会有一个安全性的一个疑虑 那还有包含可能这些我们看到的污水的一些问题 那县府其实都是应该要来协助 就是说当然不能用一个单纯的一个建案 就是如果是建案已经移交给管委会的这件事情 那县政府因为这是新建的单位 那我想在源头上 而且他当时考量的就是完全的卖断买断的这样的一个新建 那也是希望比较买不起房子的居民 他们可以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处 所以在整个后续现在 大家居民都已经进驻的情况之下 这些应该都要处理 协助来解决就已经发生问题的 这件事情上我想县府在当时新建也是起造的单位 就是或许在一些工作上 或是不是有一些瑕疵一些问题 我们想现在产生的问题 都应该要来积极的来协助解决 目前青年住宅共有809户居民居住 从住户进住资金 许多设施问题有待县府与社区管委会沟通协调解决 如高压砖不平以及污水排放标准 期盼县府建设处能够给予协助 社区管委会认为买房子应该也要有售后服务的时间 并不是说我们使用问题 等一下会议结束我们可以请议员们去那边看一下 那整片都这样子 因为那为什么 因为那个有停车场在那边 所以它本身设计就错误 那个地砖高压地砖不能长期 再加上它先天不良 然后后天又失调 所以变成说现在全部的那边 已经我们有很多住户 已经都已经缝好几帧了 大概可能有十几个了 都这样小孩子有跌倒什么的 那有流血啊都送医院 所以我们 在社区管委会的带领之下 实地会看了青年住宅北埔路旁的高压砖人行步道 当地居民普遍认为 县府应该要善尽起照人的责任 才能够让居民感受到安生利命的幸福美意 记者林杰 新陈香 采访报导